以后还要给各位多多支持啊 来 姐夫 姐夫 花咬的季强来饭店 就是让他多来饭店 好 好 来 来 黄老师好 李老师 杨老师 这几位呢 全是对富凯集团过去贡献极大的工程 这个年轻人呢 叫季强 如果他成才 我预备像当年提拔圣鸭一样 大力地陪着他 对 我知道你们刚刚开完会 所以 我特地在贵宾厅摆了一桌 跟大伙聚一聚 顺便 让季强跟各位老前辈多讨教讨教 是啊 以十种独到的眼光啊 很可能 再唱个第二个父神养 哦 我有这个能耐吗 不过 在别人的眼光里 我已经是一个没用的 退休老头了 贵宾厅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入席了 来 来 各位请 来 进去 来 进去 快走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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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啊 我待会好好进你去面 你说我榜样 我总能放过跟你学习的机会呢 来 待会儿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自从姐生病 你就常一个人在这儿肖母 把所有温暖清材发泄完之后 再回去 爸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居然把机长那种不学无数的人 当客人才 然后弄进公司 这将来一定是后患无穷了 听说爸生日那天 你把自己的头都磕伤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以前一直都跟爸过不去的 怎么现在 现在你每次面对爸 都好像亏欠他什么事的 对 我前爸的 就下辈子做的儿子 我前爸的 我前爸的 我是指人 做一个真正合得心意的儿子 向他赎罪 过去我从不关心爸 合得一手创下的事情 可是现在我却很惭愧 自己一点都帮不上爸 所以 所以我希望你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忠心罢恨覆盖 我已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 要对得起时间和爸 不要陷我 现在才发现 自己对爸和这个家的感情 这么深 我相信 上哪去 回牧场吗 你既然那么关心爸 为什么不留在傅凯帮我呢 因为我很担心 爸会被季强蒙骗 到时候真的把他给引进傅凯 你应该跟我在一起 来阻止季强这个外人 因为我不能眼看 他把爸多年建立的心血 傅凯就算给搞砸了 我跟季强一样是外人 我也没资格进傅凯 我只陪地霸做管理牧场的工人 爸以后唯一能依靠的 就只有你这半子 你怎么下午那么早就回来 饭店没事啊 饭店没事啊 三姨 三姨 表面上我应该叫你三姨 那其实我一直把你当你个朋友 我刚打电话回来 我知道家里没人 所以我才来问你 你要问我什么 耳闻的事 把人头受了点伤 傅长生日那天 谁也留不住他 他就回牧场去了 但是他的心还留在家里 他给我的感觉 以前他是迫不及待想离开这个家 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他对这个家每个人都好像好牵挂 为什么转变这么快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三半两次的 想对爸表达些什么 可是却又顾及不敢说 最后他只好折磨他自己 就像爸过生日那天 听妈讲 他给爸磕头好像在拼命一样 他究竟有什么事情隐瞒着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真的 那技强的事 这你总该知道 他亲口向我承认 他为什么要追求而难 他信任你 那就麻烦你替我转告给他 他那两套拔戏 跟我当年比起还差多了 所以有我在的一天 你最好劝他知难而退 任何伎俩都会被我识破 在我面前是行不通的 而且你还不能告诉他 而且你还不能告诉他 妈 你看这挺算数嘛 你那么晚没睡 算数没做完啊 妈帮你看 小明拿了弟弟一个苹果 拿了妹妹两个苹果 又拿同学三个苹果 总共拿了几个 这是家法嘛 你不会啊 妈 为什么小明 小明一直拿别人的东西呢 妈妈说过 我不能拿小千和猪儿的东西 为什么小明一直拿别人的苹果呢 这个是算数 小傻瓜 不是真的拿别人的苹果 懂不懂 嗯 好 你到房间去坐 妈把你盛回牛奶 再来陪你啊 来 不准乱动 不准出声 不是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盛雅了 嗯 那你向我跟她说的解释吧 是 我们跑去找盛雅 盛雅觉得我们不大对劲 跑过来问我而已 你要是 你要是实信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我就先杀了你 然后我再自杀 你咧 你要敢再错出一点声音 我就先做了你那个连家法都不会的呆头儿子 不要 不要我告诉你 你真该跟小丁一起去死 这就是知道我秘密的下场 有人来了 你 你要敢出声音 三个儿还没睡啊 二小姐那么晚也没睡啊 二小姐刚才怎么也不肯上床休息 我问了她要什么 只问她是不是要到客厅来 她才可以安静下来 你先下去了 我照顾她一会儿 你有话对我说 是吗 你害怕她在发抖 难道 难道你是知道我有危险 才想来救我 这怎么可能呢 你是难过 心里有话说不出来 是吗 你别急 我一定设法让你开口 说出心里的话 人彻底追踪检查 发现耳如的脑坡和电脑断层报告 都显示她很有进步 所以 石太太你所提出 耳如小姐会不会开口说话 我想是有可能的 因为当初她是遭到某种打击 内心还是外界接触 后来才导致身体各机能的退化 比如双手双脚的运动机能 还有脑部意识的表达 尤其是表达方面的障碍 这种病例极罕见 其实病因也只是我们揣测的 所以她现在既然有跟身边人沟通的意愿 你们就应该耐心的跟她说话 押引她开口 我想她应该可以开口说话 甚至可以经过附件 她还可以站起来走路 二柔 我一定要教会你开口说话 让你成为我真正能谈心的好朋友 二柔 我希望你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能够原谅我以前没好好照顾的 你肯对我说 别太惊急 我保证尔如小姐的心理已经康复了 生理的复原是迟倒的事 谢谢 没关系 某某 喝点酒 好 这杯香槟是庆祝你 不再是二亿口中的木乃衣 如果全天下的木乃衣 都像大姐这么漂亮的 还有 那全天下的丈夫 都希望自己的老婆像木乃衣 你说是不是姐夫 姐姐 我认为你最好成为我副董事长 我看你 上辈子大概是密封投胎的 要不嘴怎么这么甜呢 不过碰到我们盛雅呢 上辈子家里也是卖盐的 正好是死对头 这小两口一对眼 简直是前世的冤家又巨头了嘛 是不是啊 宇慈 怎么了 怎么了 来 我进 快点 拿点香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是我自己的错 来 我再喝点 我相信你的话 我相信你说 你說你對宇慈已經死心在跨是真的 因為剛才宇慈在餐廳手受傷的時候 整個屋子最關心的是我 而你卻一點也不緊張 所以我相信你對宇慈的感情 真的已經是結束了 爸,你的眼睛會透視啊 你怎麼曉得季強心裡想什麼 哈哈哈哈 爸,我還有公司要看,我先試陪啊 姐夫,爸有志祥陪著,你儘管去忙吧 對了,明天禮拜天你陪我打球 聖雅有公司要辦 你就帶聖雅陪我好 是,能夠帶副董事長是我的榮幸 我先試陪了,爸 我先試陪了,爸 老副,要吃點水果,我幫你弄 好啊 爸,我的手機不送給姐夫耶 每天一早一起去打球,好不好 你也去打球 對啊 我不想破壞這麼好的氣氛吧 好啊 剛剛那手臂劃破的時候 我差點過去抱著你 看你流血,你知道我多心疼啊 你再不放手 我就算讓耳男傷心 我要採取你的真面目 誒,金強,我爸有水果呢 哦,媽來了 哦,對,天啊 送我阿如小姐回去吧 沒有任何人像我這麼辛苦的一樣 怎麼啦 什麼事 什麼事 我看到大姐已經一直在看著我 不可能嘛 當然可能 如果阿如看到什麼令她生氣或不平的事 她很可能會有反應 哦 那我可能是太累了我飲花了 啊 伯父,對不起,我有點累我 我先告辭了 再見 啊 誒誒,季強 我沒跟你約一天 給我快打這個時間啊 誒誒,季強 誒,時候不早了,彼此啊 我先上路休息 好 陳小姐 你拿一件衣服給了我們小姐 是 一定是季強心虛 因為你剛才在瞪她 天啊 你真的會看人 剛才是你在瞪季強 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想保護我 保護我這個家 不然就想欺負我 到這個家來搗亂 是不是 要是 啊 啊 啊 呀 那 哪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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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又完成了一些新的作品啊 完了 這個玩具的設計圖已經賣掉了 玩具公司希望我一年緩進金盤之後 告知負責大陸跟美國兩地市場 到時候我可能張家住在那裡 你設計成功也不找我慶祝 只好我來找你了 我受訓了兩個多月 今天才真正放假 所以馬上趕來看你 你怎麼變啞巴了 你看起來更有自信心 什麼時候當檢察官 吵你口氣這麼生疏 我們還是不是哥們啊 我把東西放冰箱 你讓我去哪兒 兒文少爺 我講過多少次 不要叫我什麼少爺 我是告訴你 石太太來了 叫她走 我不想看著她 你不趕她走 我自己走 少爺 兒文 我只說兩句話就走 我只說兩句話就走 兒文 媽是來告訴你啊 季強啊 趁你爸現在 好像不太滿意聖雅的時機 拼命地跟你爸拍馬屁耶 飯店家裡 整天熱絡地跑 而且啊 兒如現在也越來越好 兒子啊 你再放棄下去 將來你的民 都會被傅昌給除了 除了為民反而心安 不該我們母子不要的 根本不需要想救 你走吧 你畢竟是我母親 我不想趕緊走 兒文 快走 好 我不求你 總有一天 你會後悔 你沒有聽我的話 我再也不指望你了 有些感情 真的難表達 我只有在設計玩具的時候 把所有的感情都放進去 我今天一看見你設計這音樂盒 就知道你是用全部感情做的 為什麼你要表現出這麼冷酷 還這麼覺醒地對你母親